就是说中国人很坏 或者中国人就是说很弱 就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打仗嘛 打仗首先是国家对国家的战争 老百姓也是受害者 那就是说我们就是说 那中国的这个中国兵 就是中国兵 没有说就是说我们是 那当然有加害者 有受害者 但是就是说他是一个军人 我们这儿有一个军人 就是打仗 没有太多 就是说像中国人看日本的时候那样 就是说带着一种仇恨的态度 那我们也不可能带着仇恨 我觉得所以他们讨论这个问题 我觉得也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 你看中国人拍电影 中国人有看戏的传统 中国的这个戏是脸谱 所以你看中国人根深蒂固的 根深蒂固的有一个脸谱思维 因为我想到什么 坏人得有坏面孔 因为我想到什么 我看过很多批判 就是西方 包括欧洲 批判法西斯 希特勒纳粹的这个电影 他也是批判 也是揭露这个法西斯的纳粹 多么残忍 多么没有人性 可是他选择的演员 并没有刻意丑样子 就是一般人 你看苏特拉的名单里边 那个德国军官 非常残忍 可是样子很帅 对 他并不在这个脸上 显得你是个丑 对吧 实际你的行为也是 进什么杀人炉 什么的 也一样干的事 不是人事 我想问问你 你觉得这个南京大屠杀是怎么回事 当然我们就是说在当时在读历史课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的教科书里写得很清楚 但我非常坦白地告诉你 当时就是这一世界呢写的是在注释里面 就是在我们的教科书 杀我们30万人 30万人 然后到处强奸 我们没有说30万人 我们是围绕数字 中日两国之间是有争议的 有不同的想法 你们的教科书上这么写 有争议 我没有说 我们没有否认 但是围绕30万这个数字是有争议的 在两国之间 确实是有争议的 但是屠杀这件事情是存在的 我肯定是存在的 肯定有没有提起 肯定承认 但是我也曾经就是说 在中国的高中什么的 当过老师 就花的篇幅 包括图片等等 那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在日本的时候 小时候所看到的围绕这件事情的描述 和在中国的孩子们所接触的 是非常不一样的 你知道从陆川的时候 拍这个南京南京 到姜文拍鬼子来了 用的这个日本演员呢 那都经常吵架的 在现场 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 就像你说的 怎么会是这样 我不承认 没有这个 导演啊 什么就要跟他说呀 他们是怎么怎么怎么回事 很多时候就是 你像陆川就是说 他们这个日本演员 连续拍都精神都快崩溃了 就无日无知的这个强奸屠杀 然后陆川就说 他们这个时候濒临崩溃的状态 正是我要的一个状态 就所以拍出这么一个西黄的样子 我要说姜文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姜文接受采访 他说啊 我们 他觉得日本这个国家啊 确实是值得警惕 他说中国要走向世界啊 先得走过日本 你能不能过日本这个坎 所以照他想啊 就是他说原来有些我的同学 有些日本人 看着温文尔雅 但是呢 在南京大屠杀当中 做出这种恶行的 也是日本人 他说这两件事 但是呢 怎么结合到一起 我做一个当代日本人 就是说 首先就是说 我们日本人 看待今天的中国人 这个时候呢 不可能从当年的这个中国兵 从这个角度去描述 今天或者比如说你 不可能的 但就是说我平时在中国生活嘛 很多就是中国的朋友呢 是看到那些过去的日本兵 从那个形象去描述 反推 那就是那我也变成日本鬼子 我也跟日本兵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说 我们很多日本人 看到中国的导演拍了 今天时尚差 拍了南京南京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是验访 今天的日本人 跟当年的日本人 怎么可能是一样呢 战后六十多年 我们的自卫队是没有杀过一个人啊 我们战后是本着和平宪法 始终在宪法层面 那层面禁止对外发动战争的 那这一切证明 我们对战前的行为是反省的 但是今天此时此刻 中国的导演 中国依然从那个角度去看 所有的日本人 而所有的日本人里面 过去的日本人 不对不对不对 不是中国的导演 觉得日本人没有反省 一般的知识分子 连我我相信国际社会都是这样 但受众是普通 然后你在日本的书店里 这个太平洋 他们那个书柜啊 叫太平洋战争 大量的书都是从军事上检讨 我们当初哪一仗没打好 所以没打赢 大量的整个日本 这跟德国人反省 他们的二战 是完全是两回事 知识分子是这样 但普通老百姓不是这样的 那就是政府有责任 知识分子有责任 普通老百姓 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就不像德国那么痛快 这是肯定的 我知道这个这点呢 就是日本人对当年跟中国的打仗的认识 为什么是有局限呢 我认为最根本的一点 我最根本的一点 就是说日本人不认为日本败给了中国 对 这是根本的点 我们就是败给了美国 我们为什么最终投赏呢 是因为美国的两颗原子弹 没有美国投了两颗原子弹 但这个就是说 你要谁把你打败了 你才肯低头 但是你从来不肯检讨 你把别人打坏了 正义性上 这一点呢 也是有争议的 徐老师 这个日本有很多很多的声音的 那否则的话 后来就小权春一郎下台以后 包括鹰派的 为什么一个都没有参谈进攻神尚呢 进攻神尚呢 这说明就是说 首先日本人认为 跟中国的关系很重要 很重要 不管是从一个商业的角度 还是从情感的角度 都很重要 我们不能说 所有的日本人 都是就是说 没有检讨历史的 我们每年8月15号 当然这个我们都看到 日本人的声音是多元的 但是至少其中 有一部分这样的声音 但是为什么在中国 很多人不知道 这是多元的呢 至少我看过 很多中国的大学生 他们不认为这是多元的 所有日本都不放心历史的 所有日本的政府 所有日本的领导人 都是参谈进攻神尚的 这正是需要 我们现在在这里来交换 交换办法对话的原因 我觉得中国人 未必不能想象到 就是说你的一个国家的国民意见 它可能是多元的 但是问题在于 问题还是在于 没有个国家表态 你这个国家 比如说你这个政府 是你这个国家态度的 一个合法的代表 明白明白 对吧 你什么时候像 希德那个总理 在犹太人面前 比如说他跪下 他承认我们犯了错 那这个另一个国家的人 有眼睛就看得到 但是呢 按照中国人的标准 似乎日本现在 种种表现 说的种种话 还让中国人感觉不到 明白 有真心道歉的这个意思 而且更重要的是 日本政府的这个取态 还的确跟他的名义有关系 嗯 这个是更重要 对 咱们节目时间太短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人生有很多目的 每一次出发 都是新银的旅行 唯有专业保障 方能享受路途 天平保险 自在出行 灵感来自五千年文明 激情来自万里河山 实干穿未来 双细木叶身 一百年前 人类发明了味精 二十年前 泰泰乐创造了鸡精 今天 泰泰乐唱到仙上加仙 加一点鸡精 加一点酥脂仙 加一点鸡汁 味道好极了 你知道我刚才说 姜文拍了鬼子 来了之后 他接受采访 他倒说到 就我们拍电影 别给日本人当了枪使 他什么意思呢 说了 他说你看 我们有一个 有一个著名的电影台词 一说就是一百多鬼子 两百多伪军 你知道伪军是什么吗 伪军就是 汪精卫政府下面 我们这叫汉奸 对吧 就一百多鬼子 两百多伪军 然后呢 这会让日本人听到之后啊 就是把很多杀戮的罪行 推卸到中国的伪军身上 你知道吗 中国人自己在杀中国人 对对对 但是我倒要给你补充一个资料 我最近还看到一个资料 我原来也听到过这个调查 其实在南京大屠杀当中啊 当然罪责是日军做的 但是呢 必须要注意啊 其中 我不是挑起民族矛盾啊 其中相当一部分 是来自朝鲜半岛的这个日本的这种雇佣军 他们叫做什么呢 不带不带钢窥的人吧 他们叫不带钢窥的人 因为到后来战后这个审判的时候啊 我看他们给我找的材料在哪呢 他们的战后这个审判的时候 这个第一支违反日军军令 开始强奸中国妇女的日军部队 是松井师跟十五师团中的韩国联队 他是个团级的这个单位啊 然后呢 在所有攻占南京城的日军当中 韩国人的比例啊 不低 甚至有的部队最高达到百分之四十 而且呢 呃 像这个这个这个呃 有一个老公人 王克简老人 就就就南南南京的他回忆啊 他说这个韩国兵最残忍 王王克简老人说 他说他们是不带钢窥的 就是韩籍士兵啊 没没钢窥带 就说很多不带钢窥的鬼子兵啊 强奸女人后 活活挖出女人的子宫 再套在女人头上 还起名叫什么一个韩语 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就是这是当年建造 所以这个事情啊 你看呃 咱就讲到韩军 我的联想啊 江文说的另一个地方呢 是说这个这个呃 我们拍这个电影 有些老电影 嗯 说被日本人呢 拿到日本去放 并以此教育日本的年轻人 说你们看中国的老百姓 哪个不是间谍 他们哪个不是不穿军装的军人 既然他们全民结兵 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全民歼命 于是你看我们一些老电影 倒成了他们的借口 但我想跟你考证一下 是吗 这个我也不好说 我也不知道这个情况 不过日本的知识界 包括日本的政府 一直有这样的看法 他认为中日之间的战争 跟日本跟美国的战争不一样 嗯 日本人觉得他跟美国打仗 他跟英国打仗 是一个现代意义的契约上的战争 嗯 所以他比较相对遵守战俘的一些规定 等等 而他们日本从来不承认中华民国 他认为这个蒋介石的政府 从来没有有效的统治中国的地方 所以他一直叫支那 他从政府的层面 从二几年三几年 他不承认有一个中华民国这个国号 因此他也不承认这是一个国对国之间的战争 因此他也可以不遵守很多西方定义的战争的条例 这个是日方的很多解释 当然我们认为这些解释是 因为我没有这个体会 我觉得像作为加藤啊 当然你这个南京大都市还不是你干的 是吧 但是呢 你要看这种电影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至少看到了很多中国的老板司令 从这个角度去看那个 但是呢 但是呢